好 我们来看这个机器 恶修不开机啊 恶修不 哎呀 写的还不少啊 写的还不少 我们来看一下 三星s6g9280不开机保质量 手机最早能开机 开机键无反应啊 修好后一个礼拜开机键无反应 那就是应该他自己修好了 然后一个礼拜之后他又无反应了 动过开机键电容电阻啊 开机键电容电阻也动过了 然后呢 修过小电源77833 然后不开机 数据线 插数据线短路啊 插数据线短路 这个时候我们脑袋里面就要想了 这个机器他发生了什么情况 接下来我们要怎么弄 小电源发烫啊 导音粉丝 那这个肯定是假粉啊 假粉 如果是真粉丝的话 这个故障 他们自己就能搞定了 从这个来看的话 按开机键没反应 插充电器短路 那这个机器就是第二段接地了 说就不用说了啊 肯定是这么回事 我们来上电看一下 好 第一段上电 机器就开始弄电 那这个时候万能表开到组织档 组织就可以打起来了 毫无悬念啊 第二段接地 然后第二段接地 因为第一段上电 他不会短路啊 插上充电器之后就短路 然后之前有 因为这个是免费的视频 我记得导音上已经发过七八个了 类似的这种 就是大电小弄电 插上充电器短路打表的这种 都是第二段接地 我们直接成绩 来了 一股很浓烈的胶味 扑面而来 但是应该在这个区域 但是没看到啊 刚才就是闪了一下 好 那先不管他 先不管他 我们再看一下第二段 好 上了一下神器之后 第二段组织就回来了 那这个时候国际机器就这么ok了啊 就这么ok了 所以这个说粉色这种都是假的 假粉 没用 好 上电 不落电 按下开机键 好了 按下开机键 现在是真正的没有反应了啊 好 一点反应没有 直接第二段上电 也是一点反应没有 这个时候来了 那这个故障是他修出来了啊 这个故障是修出来了 没反应 那个是他自己修出来了 他说短接过什么 电容 电阻什么的 我们先不管他 车阻值 500多 接地 500多 接地 那他这个就是脑子有快乐了啊 然后呢 上星的开机键跟其他的不一样呢 他没有接地啊 没有接地 他有一个脚带电力啊 一个脚带电力 就是两个脚必须都有阻值 但是他把它弄接地了 不太清楚啊 好 差不多了 然后这个时候把它这个短接的这个拿掉 脑子坏掉了 那这是地 他直接把这个短接地上了 好 这个时候我们现在看一下阻值 阻值正不正常 来了 两个都有阻值 那我们再试一下开机键 好 开机正常 就是温度有点高的时候 开机的电流会稍微偏大一点啊 等一下我们降光给他试一下啊 开机正常 然后呢 这种维修这个机器的啊 我们不是说我们非要说他什么基础知识 一点都不懂 好 再见